农历新年期间不少人用花装饰家园添洗器 寓意花开富贵迎春皆福 不过面对疫情挥之不散 今年的花式买器低迷不振 双吸毛诺花圃业者都不敢大量进口年花 而是选择售卖本地鲜花 一方面花圃人潮不如以往 另一方面运输成本涨了三倍 业者减少进货 顾客的选择更有限 今年最受热捧的始终是价格相对便宜的 橘子树和橘花等 马上跟随记者陈伟伦了解 岁末前的花式情况 双吸毛诺的花圃挂上红通通的装饰 洗银时隔一年的新春买气 来到岁末之前的黄金周末 不少顾客添购年花 为住家增增年味 但当前的人流和疫情前的农历新年 形成了天渊之别 花圃业者坦言 面对低买气和成本高涨 靠熟客勉强冲下去 因此他们只好割舍高昂的进口鲜花 主要售卖相对低廉的本地鲜花 减低成本压力 我们可以出这么多 因为你本钱你贵啊 我们还是买不出旧客啊 好像我们有长客的 他们都有闻的 但我们是不敢入这么多 小小了 只要给你订 进口的农厂起价花是没有起价 这是那个 transport啊 费用那些起价了 所以蛮贵了 所以不是一倍哦 是三倍哦 三倍所以没办法了 有时看到有需要都拿多一点点 没有需要都不敢拿太多了 看客人怎么样了 业者趋向售卖本地鲜花 但供应商还有出口生意 导致供应不足 加上经济刚刚重启 人民刚脱离洪灾的噩梦 业者同样不敢大手笔订购进口鲜花 今年的年花选择不比往年来得多远 受到疫情和洪灾的侵袭 今年的年花销量自然是大受影响的 不过就算年过的债库 物价多高涨多好 新年呢还是需要一些年花来 点缀硬硬紧的 所以今年比较是受大家喜爱的分别 就是这个有一点仪式感的截子 还有各式各样的菊花了 现在有事过年了 有些过年他们也是有花 加了白点花 但是不要那么贵了 他们拿一些偏一点的 纸质少也是有花 菊花 菊子啊 以前我们还有梅花 樱花 桃花的 但是早了 不敢拿太多 也是客人有时来也不敢拿太贵的 现在是一点花 菊花 一点那个菊子 就是这样了 没有什么花了了 要便宜 他来到你看 适合的你就买了 不适合我你就不用了 至于两个星期后的情人节 业者不约而同保持观望的态度 他们相信农历新年和情人节 或多或少能推高近期的销量 只是考虑到成本和买气 暂时不敢冒险添货 能达到销量门槛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大都空间成为伦 昌西卯诺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